你想檢查二、四、四月那些 但我看完後,我本身幫你檢查沒問題 但我看到你的情況好像很奇怪 我怕你不知道做甚麼 所以我才問你方不方便 你上一個僱主幹甚麼? 炒了你 我之前那個僱主是炒了我的 然後我以前的新的僱主是 一年黃菲拉斯的奧桃州魷魚 所以他不肯給那些飛機票 炒了你都沒有給? 不是,新這個 新這個,他說不是那些飛機票 沒有分香港那樣 你的意思是他不給錢 其實他不會負責你回來香港那張機票 是啊 這樣是不對的,你知不知道 我也跟公司說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我也是新僱主賣給我 對呀 他說,待會我試試跟你的僱主講解是怎樣 然後他叫我訂過一些飛機票 但是我可以換期間 這個很貴呀 可能有,但是很貴 所以我試試看看 你一程 譬如你買單程那些 不用改日子那些可能會便宜一點 因為改日子那些可能會貴一點 這個是正常的 對呀 但是,重點是現在 我知道你很想找一份工作 然後回來等,會安心一點 對呀 對呀 但是你這樣 這樣呢 那些人是看不習慣 沒理由要你付錢的 自己 對呀 我之前都跟 因為我跟公司說了 我之前 因為我之前2011也有個照片 但是 我以前的僱主都願意付錢我回香港 就是 可能他不肯付錢你 你知不知道 如果不肯 如果你買了他回來說要付錢 這樣都可以的 但是問題是 他現在不付錢叫你自己買 是啊 這樣是根據這個合約 其實合約是講明的 其實僱主是要包你機票的嘛 我之前都跟公司說過 她說 因為你沒有finish的 所以 可能很少僱主 會以限給你簽那些機票 怎麼會是這樣的 我覺得她是幫僱主 不是幫你 她想哄那個僱主 跟你簽合約 但是 她有僱主 她有僱主 可能就 喂她 機票我不負責的 可能她這樣說 因為哥哥的經驗 哥哥都聽過 就是哥哥都聽過 哥哥的經驗就是 有些 有些人會為了做生意 就是希望那個僱主給錢 是 是啊 因為 她說 她 公司就說 這樣的 因為你犯香港 一定要買飛機票 犯人的 一定要買飛機票 是犯人的嘴 犯香港 如果你 買一個飛機票 待會你買新飛機票 是人來 香港 不可以的 一半党 那你之前 炒魷魚的僱主 她給了一張機票 你回印尼的 對不對 是啊 是啊 那不關係的 那你回到印尼 你還是要等了Visa 才可以買飛機票 好 是啊 我剛才都跟 警察這樣說 如果 我不知道 Visa是幾次下 然後我訂了飛機票 然後我訂了飛機票 那些飛機票 我是想飛 但是Visa沒有下來 我想怎樣 不行的 那我訂了 是啊 哥哥的經驗就是 出了Visa才買 因為正常哥哥以前 在Agent那裡做 都是下了Visa 出了 才跟僱主說 我們現在買機票 這樣 就不會提早買 我們估不到 它什麼時候批的 對不對 是啊 是啊 要肯定了才買 如果不是 這樣不斷改的話 這樣改的話 改一次 然後下一次還沒出 那你要買多少張飛機票 對不對 我剛才都是 這樣說 現在她叫我點 之後她說 那我買了 等一下 看看是怎樣 才不可以 嗯 不知道她的客人 一會兒怎麼回答你 但是哥哥的經驗 告訴你 就是 如果你真的 決定 我自己虧些 買張機票過來 這樣 你自己決定 因為哥哥就告訴你 機票正常 應該是僱主負責的 當你自己決定了 在印尼等 出了Visa 那 你 你 出了Visa 才好買飛機票 如果不是 就算你 給你改機票時間 你不確定 你不確定 Visa的日期 你買兩張機票都沒用 浪費錢 是不是 好 不好意思 一個 我在印尼等著Visa 然後Visa下來 然後我買飛機票 那些 能否進到後空 你有Visa 買了飛機票便可以 就是 是呀 那為什麼那個Agent 就是跟我這樣說 他說 一定要先買那些 什麼 back and go 哦 來回 皮皮的那些機票 是不是 皮皮的那些機票 是啊 沒有 可能 他可能怕你 自己回去不回來 逼你 逼你買了那張機票 是不是 是啊 他怕你回去不回來 是啊 我明白 然後我是在印尼 我在印尼等著Visa Visa下來之後 我再訂了飛機票 那些可以的 是不是 可以 你等出了Visa 才買一張來香港的 還有機票 不可以 皮皮太久的 譬如你今年 2月買 今天2月18日 你最多可能 有些機票半年 或者一年 你要回印尼 這樣 所以不可以買太久的 我明白 除非你放假 放假一個月 這樣就可以 但是如果你說 買一年來回 其實是沒有用的 你只能給多了錢 就浪費錢 對 明白明白 所以我懷疑 他是怕你back out 怕你回去不做這份工作 然後僱主又罵他 我明白 我明白 因為我也是說 這樣 我迷燈那些 4月4月 4月 然後我的機票 還沒下來 我也想 你數了 我明白 你沒有Visa 買了機票都沒有用 還有買機票 一般要有Visa contract Passport 是 你記得去檢查 護照 那日期 是 我的護照 還以025 那OK OK 沒問題 我怕你自己賣了機票 但誰知道Visa還沒有 然後到時 那些東西不齊 就算搭了飛機 都進不了香港 是啊 我也是擔心那些 是啊 還有你都知道 你上班一個月就是那些錢 買了機票又等於 沒有了一個月的工資 是啊 對 好 那你這樣 這個我買是飯飯那邊 都可以這樣 可以 買一張就可以了 買單程就可以了 不要買皮皮 知道嗎 OK 那我買 我買 我剛才帶子給哥哥那些 有沒有看到 因為你如果想哥哥幫你看 你就要給那個日期 去哪裡 譬如Sulabaya 還是Jakarta 那些 那 我剛才帶子給哥哥那些 我看到那個是 是不是 K 那個叫 哥哥不懂 哥哥看到那個地址 那你想問2月 還是4月 2月 2月 4月 我沒有計算過 4月 27 你這個是回到印尼 是 我沒有計算過 我沒有計算過 Visa 因為我現在是在外面 我出了 你已經 你不是說他買了機票給你的嗎 他買了機票給你的嗎 他買了我 給我 他自己叫我買 OK 收到 OK K K 那 來 OK 哥哥查到2月27號 單程回印尼 先 哥哥幫你看完 讓你先參考 哥哥Whatsapp 再聯絡你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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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大家記住 如果你見到工作 就算有什麼情況 正常機票都應該是僱主負責的 那你自己 一張機票這麼貴 你自己怎麼買呢 還有 記得 如果回印尼 等Visa 記得等Visa出了 檢查帳戶有沒有過期 自己把文件弄好才買機票 先通知 agent 幫你和僱主購買機票 千萬不要自己心急先買 不然就浪費了一張機票 你們有什麼事,打來和哥哥聊吧 Bye Bye